大家好,今天用黑豆分享一个好吃的美食。 黑豆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。 常吃能驱风、抗氧化、美容养颜、黑发等功效。 首先准备200克的黑豆。 加入清水将它清洗一下。 清洗干净后把水倒掉。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,将它浸泡两小时以上。 接着准备200克的黑米。 加入清水也将它清洗一下。 把水倒掉后加入适量的清水,也将它浸泡两小时以上。 再准备一些黑芝麻。 加入清水清洗干净。 用漏砂控干水分备用。 然后准备一些红枣,将它清洗干净。 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。 顺便去掉枣盒。 剪好后放在盘子里面备用。 两小时后我们的黑豆已泡得差不多了。 体积明显变大。 把水倒掉。 直接倒入锅中。 先用大火把水分炒干。 水分炒干后转中小火慢慢翻炒。 翻炒至变色,并且能听到哒哒的声音。 这时我们可以尝一个看看。 吃起来焦香酥脆就可以了。 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晾凉。 这个时候黑泥也泡得差不多了。 把水倒掉后放入锅中。 开大火把水分炒干。 水分炒干后转中小火慢慢翻炒。 给它翻炒至能听到啪啪的声音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盛出来装入盘中。 下面把空干水的黑芝麻也倒入锅中。 把芝麻炒香。 听到啪啪的声音就说明已经熟了。 炒好后倒在装黑米的盘子里面。 然后把红枣也放入锅中。 开小火慢慢翻炒。 把红枣水分炒干。 炒好后直接倒进料理机里面。 放凉的黑豆也放进来。 把它打成黑豆粉。 尽量打得细腻一些,家里有破壁机的更好。 打好后装入盘中备用。 然后把黑米和黑芝麻也倒入料理机中。 给它打成黑米粉。 打好后也装入盘中备用。 锅里面放入150毫升清水。 再加入100克白糖或者冰糖。 开大火烧开。 用铲子搅拌一下。 搅拌至白糖融化。 开始会出现这种泡泡。 开始会出现这种泡泡。 直到出现这种密集的气泡。 倒入打好的黑豆粉和红枣粉。 黑米粉和黑芝麻粉也加进来。 给它翻炒均匀。 翻炒均匀后加入100克蜂蜜。 再继续给它翻炒均匀。 翻炒均匀以后用手抓一把面糊看看。 能捏成团就可以了。 然后抓一把粉团。 用手捏一捏压成一个小圆饼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把它装在盘子里面。 香甜可口的黑豆小饼就做好了。 每天早上吃上两个,睡眠好了,头发也黑了。 吃不完的把它装在保鲜盒里面。 放冰箱冷藏保存,放上一个月都不会坏。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。 如果您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谢谢您的观看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。 谢谢您的观看。 感谢观看